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林怯美食日记 今天我们来一起做一下营养美味的蛋包豆腐吧 先在后看走好运哦 先将豆腐用开水烫一下 撒上少许盐 这样可以去除豆腐的腥味 然后放至一旁 再打匀鸡蛋 将一半倒入平盘中 把烫好的豆腐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度 一个一个的摆放到成有鸡蛋液的平盘中 像这样摆成一个圆圈 接下来将辣椒和葱切碎 开大火烧热平锅 倒入少量的植物油 将摆好的豆腐像这样滑入平锅中 当鸡蛋稍微熟一些之后 把剩下的蛋液均匀地浇到豆腐上面 带另一面的鸡蛋基本成型 呈现这样状态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放到盘中 然后我们来准备一下酱汁 不需要换锅 加入少许植物油 油热后放入辣椒和葱末 翻炒几下 接着 放入两勺酱油 两勺盐 一勺蚝油 一点热水 这样酱汁就做好了 然后用另外的盘子将做好的豆腐翻一个面 放入锅中 稍微的煮一会儿 将酱汁浇到上面 大概五分钟左右 美味营养的蛋包豆腐就做好啦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 听说点赞留言转发的人都是好看的人哦 谢谢收看 下期见